猫和老鼠在牛仔结瑞之后 又出了它的CP 牛仔汤姆 牛仔汤姆的价格和布奇一样都是7488 不过它到底是不是和布奇一样强势呢 多尼这就和大家说说玩这只猫咪的游戏体验 还在考虑要不要入手的同学赶紧来围观哦 牛仔猫咪的一机能是能够召唤出斗牛 撞晕老鼠之后 牛仔汤姆就可以直接把老鼠抓起来了哦 就算是遇到最爱怼猫的剑客太妃 撞一下也可以轻松抓起来 哪怕是隐身技能 在它的面前都显得花里胡哨的 这个技能用来守身是最好的哦 牛仔汤姆的二技能就是用鞭子抽老鼠 有减速的效果 效果叠加到第四层就可以基于老鼠了 这个鞭子的攻击范围广 最重要的是可以持续输出哦 这在猫剑是平少见的 不过鞭子的伤害不是很高 所以主要作用就是给老鼠减速 干扰它们搬奶酪或者救队友啦 要是遇上太妃这种脆皮鼠 一鞭子还是可以掉一半些的啦 牛仔汤姆的一级被动就是可以缩短 普通攻击的冷却时间 最牛逼的就是它的三级被动 只要用普通攻击挠一下受伤中的老鼠 只需要一笑哦 老鼠马上就进入虚弱状态 是不是很牛逼 所以呢 朵妮建议大家优先加被动 被动加满三级之后 再用鞭子或者放牛让老鼠掉血 最后再用普通攻击挠 哪怕身上三只太妃也轻轻轻轻轻呀 牛仔汤姆在手势的时候 有绝对的优势 朵妮呢 在把老鼠绑上火箭之前 看到了旁边虎视眈眈的鼠队友们 为了不让它们救走老鼠 就稍微缓一缓等个CD 差不多了再绑上去 等其他老鼠来救队友的时候 直接把牛放出来 除了手势一流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有了它 你就再也不怕抱团的老鼠了 因为它的两个技能都属于范围攻击 要是去上老鼠群 完全可以直接干 但是要注意咯 这是一只主要靠技能的猫咪 所以它的优势主要在后期 多呢一只的呢 这只汤姆还是非常硬核的 绝对物超所值哦 大家赶紧在它被削弱之前入手啊 一起和朵妮玩起来呀 同学们还想知道什么猫咪或者老鼠呢 都可以留言让朵妮看到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收藏咯 爱你们哟